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不断的在拍 在演其实没有太大的概念 我觉得就是我喜欢 我觉得开心 我觉得好玩 嗯 呃 就是我一个爱好 可能算是就是像人家打篮球 踢足球一样 这是一个爱好 那我对这方面就是一个爱好 到真正说准备考大学了 说 嗯 要有这样的想法 我就开始就是逐步的在往这上发展 啊 然后最终也考取了一个我比较理想的大学 您从这个有了演员梦想到最后真成为演员 这中间有没有过什么诱惑和重要的时刻 没有 就一直很坚定 就是就是想当演员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真的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作为职业 作为生存的方式吧 我觉得是很开心的 很幸福的一件事 做演员这个效果也像你说这个竞争家的也是比较大的 嗯 您有没有会想过说 万一不成功就退路了吗 我没有想过那么多 我觉得想的越多 对于表演这个行业来讲 可能就算杂念越多 当你有太多的杂念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专心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其实也不一定 也不算是刻意的会就是屏蔽 我其实就干脆不会想这些东西 那如果等做不成了的话 那那到时候再说呗 对吧 您在一个分行里头 提到说童星可能来说是一副的 这个我们很多人不理解 这不应该是一个您圆梦的更好的基础 嗯 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有好有坏吧 呃 也不是说坏 就是说好处呢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积累 是一个经历 那可能在面对镜头 面对整个这种 别人可能没有经历过这种陌生的环境的时候 我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 很自如的状态 但是童星这两个字 对我来说可能会 我不是 我只是不喜欢 我不一定说是 非得说是负担吧 我只是不喜欢那种 这两个字加在我身上而已 就是他们会主观的觉得 童星就会有一些习惯性的 机械化的一些状态在表演中 其实我呢 是一个很喜欢新鲜的 新鲜事物的人 就是我对表演的状态也是 都不断的追求新鲜的概念 那您将来如果有了小孩 您会愿意让他当同心吗 呃 我不会愿不愿意 这种事情不是我能来决定的 是他喜不喜欢 如果未来我有了孩子以后 那我会让他接触各种各样的类型的 关于不管是学习还是艺术还是文艺 所有的东西 我都会让他去尝试 我不会说呃 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不会这样 我可能会让他去更多的去接触 所有的门类 就体育啊 呃 文艺啊 艺术啊 还有就是专业学科啊 我都会让他去尝试 那这样的过程中 可能他会发现他更擅长什么 更喜欢什么 对 更有什么 更对哪一个更感兴趣 或者更有天赋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才是合理的 我不会说我做什么 就一定要让他做事 很多的家长真的就是在陪上自己孩子 嗯 特别想让他们当同心 对这些家长 您能不能给点什么建议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我觉得呃 让孩子去接触这样的艺术形式 或者是去感受这样的生活 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但是呃 我不太赞同的就是强加于孩子一些 家长主观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呃 如果您的孩子真的喜欢 或者真的在这个方面有兴趣 而且就是呃 只要比如说像我小的时候真的是在现场活力无限 嗯 那一回家可能就睡在睡在哪了就不知道了 但是如果他没有兴趣 那强加就像就像如果让我去做一些我不感兴趣的事情 那我可能我也不爱 我也不行 我会讨厌 我会烦 嗯 那如果这样呢 可能就 就就被道 于于家长的理念就被道而驰了 所以我觉得顺其自然 让孩子有一个接触 有一个兴趣 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 对谈真实 对谈更真实 大家好 我是演员陈兴旭 我在对谈节目 你什么都念 我是演员陈兴旭 对呀 有个人 是有个人 的 真实 唷 人